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肖战和张鲁伊的不实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质疑。 有人声称,肖战因为涉嫌违法被公安机关举报,将面临法律制裁。 还有人声称,张鲁伊因为感情问题而失踪,已经多日没有露面。 这些消息是否属实,事实究竟如何? 经过记者的调查核实,发现这些消息都是虚假的。 是有人故意编造和传播的。 肖战的工作室在微博上发布了声明,澄清了肖战没有被举报的事实,并表示将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声明中写道,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关于肖战先生被举报的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了肖战先生的名誉权和合法权益。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依法查处。 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要轻信和传播不实信息。 维护网络秩序和社会功德张鲁伊的经纪人也在微博上否认了张鲁伊失踪的说法,并表示张鲁伊一切安好。 经纪人说,张鲁伊先生近期正在忙于拍摄新剧,没有失踪的情况,他的感情生活也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有关他失踪的消息都是无中生有的,是有人恶意诽谤和抹黑他。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和传播谣言,支持张鲁伊先生的工作和生活据了解。 近期娱乐圈出现了不少虚假爆料。 有人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各种不适信息,试图影响明星的形象和声誉。 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明星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网络秩序和社会风气。 我们呼吁大家增强辨别能力和判断力。 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文明的网络环境。